原來柏林是這樣 大家好,歡迎收看柏林不一樣 我是Elvis 我是來自台灣桃園,桃園的陳毅 今天的討論題目就是捷運相關的議題 所以呢,我想要問你說 你在柏林的捷運或是大眾運輸交通上 有遇到任何特別的經驗嗎? 第一次來的時候,我不知道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個查票的文化 因為我們在台灣,我們不就是嗶嗶就進來了嗎? 就嗶嗶嘛,就嗶嗶開,嗶進來,然後嗶出去這樣子 可是在柏林,它是完全沒有閘門的 有一些比較小的站啊 你一走下去樓梯,就直接是月台 那從你進捷運站,然後上車 然後到站,再出站回家 你完全沒有買票,其實是不會有人發現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他們都會有這種僥倖心態啊 就把柏林的大眾運輸 或者是捷運當作免費的去搭乘 我來這邊的時候,其實有遇過很多查票的經驗 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經驗好了 那天我就是,我記得是冬天很冷,回家路上 的前一站,查票就上來這樣 然後查票,查,查,查這樣子 那查我當然沒有問題啊,因為我都有票 學生票就給他看,然後就過了嘛 那接下來是有一群人是微醺,剛剛喝酒這樣子 他就這樣,喔沒有票,沒有票,不要吵我們,不要吵我們這樣子 他就讓他過囉,我想說,喔原來微醺也可以,就這樣子喝這樣子 然後裝傻這樣子就可以過 結果,他又在查另外一組人的時候,那一組人就沒有 所以他就說,那奧什麽要不要吵? 然後我就想說,喔,他們被請下車 那我剛好也要下車嗎?是我家的家道,我要下車 那我想說,好不敢說,我要走走走 然後走到一方,越想越不爽,就 他就,手刀,嗤嗤嗤嗤嗤嗤 我就說,誒誒誒,修誕一下 誒你這樣不對吧,你怎麽可以 就是,查他們,沒有查他這樣子 他就說,不然你想要我怎麽樣 被罰的那些人也沒有,就是 太大反應 對,也沒有太大反應 我就覺得我真是為誰而戰 回到家還是就是滿腹委屈 我就直接客訴 因為我之前在信上還提到說 你知道你們一個人就少了60歐,還計算給他 六個人,七個人,大概你們國家就損失了360塊 最後我竟然收到回信 他就說,謝謝你這麽熱心啊 還有這麽正義感啊 怎樣,下一步是要選里長是不是 沒錯,就是正義魔人心作祟 只有你們這種正義魔人 那我們在台灣,比如說 坐捷運的時候不是都會有那個 博愛坐嗎 比如說深藍色的那個 對,深藍色的那種博愛坐 那一般人不是都不太敢坐嗎 因為正義魔人很多嘛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搭捷運 就只剩博愛坐,我就不敢坐 然後呢,他就一屁股坐下之後 看著我 然後很大聲的說 做啊,為什麼不能坐 大家都有付錢,為什麼不能坐 本來大家都在滑手機 想說幹嘛 這樣看過來 那大家都在看 然後他又說這個話 我就 有沒有覺得很丟臉嗎 要說他就馬上下車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絕他 我就這樣默默的坐下來 我就坐在那博愛坐 這邊其實沒有流行就是讓坐這個文化 就是如果你想讓你就讓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從台灣來這邊 你就說台灣一定是阿桑 阿婆阿公阿老陸父母一上來 就趕快要站起來 二話不說 表現一下你的功德心 我想說啊,我看到那個阿桑 就是走路這樣子 我想說啊,一定要站起來 要讓他嘛對不對 說好,那我就站起來 我一站起來 我前面這個女的直接坐在我的位置 然後我看到他我就 嗯?發生什麼事情呢? 然後我就 阿伯,你的位置 被坐走了 不見了 阿伯 阿伯要站在腳斷掉 對,阿伯,阿伯真的給你的 而且呢 我覺得讓坐這個東西 就是在德國 你就是一定要問他 或者是他跟你說他需要的時候 你再站起來 不然呢 還有一個更糟的情況 是我朋友 他看到一個阿伯 也是一個阿伯 我想德國阿伯很多 阿伯也是一上車 那也是走路不方便的樣子 我朋友想說 欸,阿伯,阿伯來坐這樣走 阿伯才想說 哪咧阿咧,你才阿伯呢 對,我跟你講 誰知道阿伯 就是腦羞成路 就說 你幹嘛 你以為我很老嗎 我不需要這個位置 聽了他這個故事之後 我就想說 好,你要讓位 你要嘛 就是問他 或是他自己有需要 然後跟你說 嗯 除此之外基本上 沒有這種 就是不需要像在台灣這樣 對 就是我們 道德感這麼重 沒錯 因為你有可能不小心就冒犯到別人這樣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台灣嘛 坐捷運其實已經習慣 不吃東西了 那像高雄 捷運剛開始的時候啊 有一次我跟我同學去搭捷運 那他就從他的包呢 拿了一瓶礦泉水出來 柏林這邊是沒有站務人員的 可是台灣的捷運站 基本上都一定會有站務人員 非常嚴格的控管 旅客的一舉一動 所以呢 當我那個朋友把水瓶展開的同時 遠處就看到一個站務人這樣 嘿嘿嘿 然後呢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越拿越近 所以他們有對到眼嗎 他有對到眼啊 他就跟那個站務人員對看 就這樣越拿越近 那站務人員就手刀衝過來這樣 嘿嘿嘿 小姐 你不知道不能喝東西喔 然後呢 他就這樣喝了一口 他喝了他喝了 這樣看著他 邊看那個人就這樣 嘿嘿嘿 他就邊喝了一口 站務人員其實也蠻機車 不一直 不一開始用講的 這樣嘿嘿嘿 然後呢 其實我後來知道說 喔原來德國的捷運站 他也是不能吃東西的 有嗎 有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想說 喔就捷運就不能吃東西 是很正常的 所以 秉持台灣人的美德 對 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發現 你剛剛講說 很像是不能吃的那些標記啊 那些我那個時候都還沒有發現 我那天特別餓 就特別的餓 坐下來之後我就很想吃 可是我又怕就是遇到正義母 我們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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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敢啊 對 敢啊 對 敢啊 這樣子想說 嗯 不太好 所以對面的那個我還是問一下 以免他是正義母人 所以我就說 嗯 那個不好意思 我可以在那邊喝咖啡跟吃口順嗎 然後他可能就是也是 也覺得莫靈名其妙 你想吃就吃 幹嘛問我 跟我屁事 對 然後他說可以啊 可以你就吃吧 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各種吃 麥當勞買上去吃 只要我餓我就吃 我們每次都還會帶那種中式 鋪野餐店直接吃 真的很多人就是各種吃 吃那個什麼Duna 吃什麼Kebab 就是各種吃 可是我在這邊 我看到最誇張的情況是 應該是週末 或是日常我也不知道 就看到四個女生 然後一上車呢 他們就從包包裡面 拿出Vaga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拿果汁 然後另外一個女生拿塑膠杯 所以他就 調酒 開始調酒 他們就一人發一個杯子 然後呢 開始調酒 在車上 結果喝起來了 開始Party 就連我老公 在這種柏林住了十幾年的人啊 直到我搬來這裡 我跟他說 上面有貼不能吃東西 等那一刻 他才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已經不是台灣人 他已經被童話了 他跟我說 沒有啊 哪有不能吃東西 你看那個圖 他上面是畫可樂跟薯條 是不能吃可樂跟薯條 那不就所有的東西都要列出來 說什麼東西不能吃嗎 因為德國人就是要這樣精準 對 你這樣畫他看不懂 精準的德國人 難怪 所以這就是他們follow規矩 所以難怪有人喝酒 因為他是畫可樂跟薯條 對 所以我都沒有看到人吃薯條 哈哈哈 我吃了 所以我就是有問題的那一個 你就是有問題的那一個 說不定你在吃的時候 旁邊都有R上 就是用奇怪的眼神 你看不出來 那是薯條 那是薯條 薯條 可以這樣 這樣子 可能喔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柏林大監獄的有趣經驗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故事的話 麻煩幫我們追蹤分享 按讚 那也可以在底下幫我們留言說 你還想知道德國或柏林 哪些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我是來自台灣台灣台灣的生意 有趣的 好 拉 !